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心理解压节目非常幽默 你也可以叫我们小默默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邓尼向 我是于晏 前阵呢 看天气预报 我惊叹了 电视里是这么说的 热不仅仅是今天的事 明天 后天 大后天 天天都是热情似火的热阳天 分享空调 Wi-Fi 西瓜 却热得差不多能够出过洒把葱花 嗯 现在播天气预报的同行都开始说段子了 我觉得这形势很严峻啊 可以好好地播天气预报吗 搞笑的任务交给我们 OK 看来只能够祭出萌宝 来为我们非常幽默 挽回一点面子啦 奇葩大作战 哪里来的要疯 把宝宝的发心都吹乱了 你看 又来了 杨阿姨 杨叔叔 你们认错人了 我真不是你们的宝宝啊 准备就绪可以起飞啦 咦 为什么飞不起来 难道是超重啦 狗子啊 你是梦到自己变成直升机了吗 每天下班把自己往沙发上一扔 就再也不想动弹啦 可子 可子 舒不舒服 开不开心 睡了一天饿坏了 哇 这里有好吃的 别说话了 赶紧吃 等会儿就没了 完了完了 洗完澡才发现毛巾没戴 穿过整个草地去拿毛巾 应该没有人看见我吧 主人 我不要你钱 我自己可以留自己的 请相信我 快松手啊 到时候隔壁二杀看见了 又要嘲笑我不能独立了 我不问你 燕竹竹 你对这花有意见是吧 你看看给造的 你看看这花 你是不是对它有意见 是不是 长着爱你了 爱你事了是吧 啊 说话 老婆 别生气了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外面有狗了 当然没有了 你听我解释 我听 我不听 亲一个就不生气了好吗 拿开你的臭嘴 谁要给你亲了 我要离你远一点 太好了 这个沙发终于归我了